一场普通的火锅局 竟瞄辨生死高端局 他们的欲望似乎都写在了眼睛里 杨丽表情极为平静 似乎稳操胜券 离他最近的有一只白金蝎子 蛇蝎美人 非他莫属 旁边的于谦满眼期待地看向他人 从容淡定 但仔细看他手中加起一个辣椒 似乎也暗示了他手段的老辣 叶尔雷目不转睛地在盯着火锅 手里加起了最值钱的金葫芦 从此他的后半生真的可以福祿无忧吗 李九霄满脸开心 醉人畜无憾 手中的筷子也空空如也 但他能改变心善被人欺的诅咒吗 最后一位甜语面露惊恐 透露着一丝凶狠 而手中已经准备好了匕首 又会刺向谁 这一顿火锅到底能解决什么事 又或许谁被解决了呢